这个嫌乱就在这边制造假车祸有三次以上 照片上的桥敦被嫌犯利用制造三次假车祸 也因此露线引起保险业者的怀疑及警方注意 在高雄市经营中古车行的郭信嫌犯 因为首席进口中古车行情 发现保险理赔金额高于中古车购入及维修成本 因此动起歪脑筋 向保险公司投保高额保险后 在选择没有监视器解人员稀少的地点制造假车祸 以诈领保险金 初步估计范贤供制造七次假车祸 获得超过千万元理赔金 郭信祖贤他是利用他经营二手车行的一个经验 得失二手车的一个保险理赔金额 高于车子本身的一个价值 找来周信的一个共换 充当人头的一个车主 协助他做制造假车祸 来诈领高额的保险金 所有的假车祸都是由郭信祖贤 一手来策划 他都寻找比较隐秘没有监视器的地点 来制造假车祸 假车祸以后就请人头车主 去警察机关来做一个报案 报案以后取得证明以后 向保险公司来要求理赔 车子的毁损的一个金额 那这个案件经过我们交叉比对 积极的一个侦办 至少掌握七起的一个部势证 在10月25号 我们执行同步的一个搜索跟局体 顺利逮捕到郭信等七明的一个嫌犯盗案 并查课做案用的手机还有账册 以及汽车合约的买卖 保险契约等相关的一个账政录 习事局经过长期搜证 终于破获这个制造假车祸 诈领保险理赔金的犯罪集团 并逮捕郭信祖贤及其包地 还有人头车主共七人 全案已经依诈妻及卫造文书等罪 将郭信祖贤等七人移送地检署侦办 记者张祈腾 参与报导